攸雞 付鱿放雞 凡羊 火錫 火錫 鱉雞 我要洗手衣去的土耍 再洗手 nada 中獎 今天摘的小南瓜 还有一点点辣椒 我老爸去门前 这些野生的南瓜 看看有没有长 这是野生的南瓜 这还没长老 专门卖嫩的南瓜 鸡上树了 他们每天晚上都是蹲在树上 过夜的 有几个室的 其他的鸡都进龙了 这是我妖婆婆家的树 现在好一些了 他们不在树上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这 以前好多鸡都在树上 搞得那个树上好多屎 有没有呢 他刚从下面往上看 看得见 现在看不见了 一个嫩的 一个老的 那一排藤 这些藤全部都是南瓜藤 野生的 两棵苗长了这么多藤 南瓜藤太恐怖了 你看长这么多 还有这下面这个坡 整个坡上也是 那个藤 还有一个藤都已经爬到人家屋顶上去了 还开了一朵花 好吃 青花 atsu 鸡 萝影 今天这个蚝超级好看 白白嫩嫩的 挖不带 太硬了你爸 他将他这书都快挖破 皮子都俩的 三四个小时挖了这么一桶 我还没大了 你们能闻到吗 真的好香啊 我每天醒来的时候 闻到桂花香 就特别的舒服 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 一会儿 不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一会儿 怎么办 我还没有 我爸说这么一劲就要一块多钱 六块钱一斤 那我起一个眼给你锅一块钱 这一块白啊 我尝尝好不好吃 你看有丝 这么长的丝 欧里面的丝 切子 我尝尝 小鸟 它不有点甜 嗯 我吃了就喝了 我不吃了就吃得动 不吃了就吃了 很吃了 不是吃了 好嫩啊 是把你吃了 看我们的芋头 这个芋头是我们上次打完装之后 第一批正式采收的芋头 上次我们打装的时候 也摘了几颗吃 那时候那个芋头是脆的 还没有粉 现在已经8月15了 所以他们已经有粉了 现在吃起来就是粉粉的 糯糯的 大芋头洗的时候不会手麻 现在这个还不是最大的 这个一颗才一斤多 这颗粘的一颗粘的 这个 这颗粘的一颗粘的 这颗粘的一颗粘的 这个大芋头 这个大芋头 这颗粘的一颗粘的一颗粘的 有点 看这个粘的 这个小的是去年的 去年的慢慢就长成今年这个大了 边上这些小点掰掉的这个是今年发了一些小粘 之前不是有些朋友看我们家给芋头打装的视频之后 想买我们家的芋头种吗 如果是要买芋头种的话 要等明年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地栽才会长大 现在栽的话它是不会发芽也不会长大的 所以明年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找我 如果我们家有的话可以给大家寄 想要吃芋头的朋友 再等个一两个星期或者再等一个月左右 我们家的芋头就成熟了 那时候又大又粉很好吃的 这芋头要等到打霜了之后 天气再冷 一个月之后那个时候的芋头就更好吃了 粉粉糯糯又香 看起来今天吃的是南瓜 拌白米饭 还有火腿肠 上次有朋友说小狗吃南瓜对肠胃好 我以前也给它弄了 今天又给它弄一些 看它吃的还可以 它现在听话多了 晚上八点多了 再搞晚饭吃 饿了就掰几个板栗 垫垫肚子 顺便跟我妈妈学起找厨艺 这个鱼头很好吃的 这个鱼头很好吃的 有个人没有收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顾客他们还是比较体谅我们的农夫的艰辛和故意 一毛两毛他们也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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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